各位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凤凰卫视每周台为您带来的天天话题栏目 我是小师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将继续上周的话题 请眼角膜的战科医生刘云刘医生 来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治疗肝眼症的新科技IPL 刘医生您好 教师你好 IPL这项技术我大概溯源了一下 发现这个治疗肝眼症其实是一个意外的产物 据说是02年的时候在田大西的一个眼科医生 用IPL给一些患者治疗红斑挫疮 治疗完以后呢 这个患者就反映说 自己眼睛本来有了这个肝色感也减轻了 这他才开始进一步研究说 用IPL来治疗这个肝眼症的效果和可行性 那就想请您具体介绍一下 IPL到底是怎么来治疗这个肝眼症 和由这个减板线功能障碍引起的肝眼症 对这个IPL呢 其实在我们人体上的应用呢 最初是用于皮肤的 那么IPL其实在1992年就开始 用于治疗一些皮肤上的一些 主要是血管性的这些病变 其实在眼睛肝眼症方面的应用呢 可能比你说的要更早一点 在90年代的后期就开始有人在探索 这个怎么会发现呢 好像据我所知好像 我不知道你看到 Tennessee这个是从哪里看到的 做肝眼症的呢 最初人们意识到 它可能对肝眼睛有效果是在治疗 就是青春痘 就acne 因为acne有个acne rocesia 它是跟我们的眼睛的肝眼症 或者我们眼表的疾病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人家在治疗这个acne的时候 就发现它对这个肝眼的症状是有所改善 那这样的话呢 就开始有很多的就是scientists 科学家们就开始投入这个研究 那这IPL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IPL啊 其实它是有一个 其实就是有一个能够产生有色光的这种光源 这个光源呢 它能产生的这个光呢 主要是大概是就是我们可见光吧 它是从400一直到红外到1200 就这个仪器 最初的这个IPL仪器 它这个光源所产生的光谱呢 是从400到1200个纳米 就是nallometer的吧 那么后来人家发现了 它对于我们人体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它的原理 其实就是一个thermalysis 就是是个热溶解的这样一个机理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当中的 有这些色素团的这些细胞 或者是组织 但它接受了这些光的以后 它就把这个光的这个能量呢 就转化成了热 然后这个热呢 就产生了一些破坏性的作用 那我们人体其实就是 我们用于治疗疾病 就利用了它这个热的破坏作用 比如说我们人体当中 有两个主要的色素 我们大家尤其在皮肤方 一个呢就是黑色素 英文是nalonin 对吧 那么这个黑色素吸收的光呢 它大概是在400到750 那么这个黑色素 你吸收了光以后 它产生了热 那么它就会把含有高度的 这些色素的细胞就给破坏了 那么就造成了一个 depigmentation对吧 也就是那个去邦的作用 这是我们皮肤上 也开始用的很多的 就是用来就是人美容吧 就是把这个脸上的这个色邦去掉 那个acony呢最初呢 用它呢是用它 用的是我们的血红蛋白 它来起作用 因为血红蛋白它也是色素 对吧 那它吸收的光呢 主要是在578nm这个左右 也是这个我们所人眼可见的 这个黄色的这个光谱 它接受了这个IPL发出来的 这个光的能量以后呢 它也产生热 那么这些热波呢 它就把含有这些血红蛋白的 比如说这个眼表的这些 或者皮肤表面的这些毛 就是说非正常性的 细小的毛细血管 它就把它就消融掉了 那么就造成了 就是我们就可以治疗 就是比如说是那个 叫Rossacea 还真不知道这个Rossacea 红斑瘡 不是 Rossacea呢就是说你那个青春痘吧 然后青春痘所造成的皮肤的那些变化 比如说人在鼻子上就是九糟鼻嘛 对吧 然后呢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血管 然后呢 它就可以用这个IPL来 把这些小血管给它消灭掉 这些小血管消掉以后呢 那么小血管所造成的局部的炎症也随之消失 因为你的青春痘啊 这些那个所引起的这些炎症也就消失了 那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用来治疗减板线病变的 一个最重要的原理 因为减板线的话呢 你加上这个IPL以后吧 它这个热度呢 一个它可以把我们减板线里面那些油脂 把它融化 因为把油脂融化了以后 它就比较容易流动 对吧 那么容易从你的这个减板线的开口呢 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它还可以呢 就是把这个减板线 所慢性的减板线炎症 所造成的那些小血管 就我前面提到的 细小的炎症里的减缘 对不起 减缘部分的那些小血管呢 就是给它就是消灭掉 对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减板线的 这个炎症也得到了减低 明白 还有很多的这个减缘炎啊 减板线炎症呢 是由于一些细菌啊 生长 或者呢 还有一种 我们其实很多临床医生 会忽视掉的 就是解膜上会有一个满虫 这个呢 这个IPL也可以把这些满虫给杀掉 所以它就这样的话 它就把这些所有造成减板线炎症的 这些因素呢 这个IPL都可以给它减轻或者消除 这样的话呢 它就从这个根本上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肝炎症的这个原因 明白 主要是 就是听起来好像是有多种这种作用机制 同时开始作用于这个肝炎症的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炎症 对 没错 没错 不关是炎症是关键的 对吧 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 这个油脂的流出啊 对吧 它的这个 这个减板线开口的这种 保持它出于一种 open的 就是开口的状态 而不灾啊 所以就有很多的各种的因素加在一起 明白 那有些女生可能会问啊 就是这个IPL既然可以作为 医美上光子嫩肤的一种衍生的技术 那平时 他们在做光子嫩肤的时候 是不是也等于治疗了 肝炎症了呢 这个IPL的波段和强度 跟这个我们平时在医美中做的光子嫩肤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 仪器可以是一样 有些仪器啊 它可以给你一个选择 就是很 很宽的这个色谱 比如说 它从一般来讲都是从比如说500 一直到1200 那刚刚我们说过了 它主要的作用是根据你的色素 你是哪个色素来吸收这个能量 然后把这个能量换成热 那么做皮肤嫩肤吧 嫩肤的话呢 其实呢 它主要是用的这个黑色素 除非你是要消除你脸上的这种不正常的细小的血管 那么它的光谱就要高一点 所以还是不一样 而且呢 你看我们做减板线吧 你给它那个上的光谱 你主要的是呢 一个是要融这个油脂 还有一个呢 你想用的是它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血红蛋白的这个作用 所以它的光谱呢 一般稍微偏高一点 嫩肤的话呢 不一样 嫩肤的光谱要低一些 那它这个光子嫩肤 有不同的强度和波段的选择吗 那IPL在做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强度呢 因为我想打在脸上 每个人这个耐受的能力应该也不同 一点都不错 这个吧 你看哦 就跟做我们眼睛方面的 这个肝眼症跟嫩肤呢 有一个principle 就它的原则是一样的 就是呢 你要首先呢 就是除了我们眼科的检查 刚刚说到你 第一你要确认 你确实需要它来治疗 还有一个就根据你的皮肤的类型 这个皮肤的分型呢 这是我们眼科医生 原来不太会关注的 也不太会用到的 但要求很重要 因为呢 就是说它有一个皮肤分型呢 叫Fiss Patrick Skin的配型吧 它要根据你的这个 你的皮肤的分型的 也就是说你皮肤的颜色的深浅的不同 它所选择的波长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你去看你在做IPL之前 你的眼科医生也要给你的皮肤分型 虽然它不会给你做嫩肤 它是治疗你的这个 因为它也不希望选错了波长 或者说你给你造成你的眼部 你的皮肤跟其他的皮肤不一样 对不对 而且你这个皮肤的不一样 它可能治疗的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它每一个不同的仪器 它每一个生产的产家 它都有一整套的protocol 也就是说它有这个治疗指针 或者说它有治疗的设置的 你是用来治减板线的 那就是这个波长 那么你减板线你的皮肤 是这个内型的 你是用这个波长 这个长度多少个脉冲的 脉冲的强度是多少 重复的次数多少 还有呢你这个spot的size 就是你那个治疗的观点的大小 这个都不一样的 而且每一个产家都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自己根据他们 那么医生是 就是说一开始做 肯定是要根据这个产家的 这一系列的标准来做 但是呢 他们在你做完一次以后 它会调整的 是 因为它会根据你的反应 然后会做实弹的调整 明白 那这个IPL在治疗的时候 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 比如说是打在眼睛的眼皮上 还是打在眼睛的周围呢 是打在眼睛的周围 现在呢大多数的啊 所以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治疗的过程 也就是说呢 这个呢是一个门诊的小手术 对吧 不需要麻醉的 你可以站着 你可以坐着 不是站着 你可以坐着 你也可以躺下来 都可以 那么你来了以后呢 它会就是把你的这个眼周的皮肤 都会给你清洗干净 眼镜啊 contact lens啊 这些都要拉掉 然后会有一个眼罩 眼罩要保护你的眼睛 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眼球里面 也有很多色素 我不希望这些光 能够照到你的眼球里面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 减板线的吧 我们的目的是要治你的眼睛 那么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些 很不好的结果 所以它会有个眼罩 眼罩呢 会给你就是扣上去保护你的眼睛 那么在这之前呢 有些大多数的仪器呢 都需要你要加一些这个 gel就是那种胶状的物质呢 它是起到一个 一个呢 让你的那个就是减低这个热度 防止你被受伤 因为否则它会burn 就会烧山嘛 还有一个呢 它会让你的这个光的transmission 就是它的通透比较均匀一些 那你要加上这个 这个完了以后呢 它治疗的话呢 是你的眼周 而且呢 一般是在你的就是耳前 内部吧 就是你的眼外角这块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在你的 对 你不是一个眼罩吗 差不多就这儿 周围 对吧 是很少有些人 他也会治善眼皮 但是我觉得 大部分人都不做这个 因为这个危险比较大 危险 但是他们那个 有几篇文章的报道 他们是没有 没有观察到 就是有那个 有就是 我们叫 perioperative 那个side effects 但是长期的 谁也不知道 对吧 是 所以大多数人的 还是治疗的 你的下眼眶和 阅度是这两个地方 明白 那术前和术后 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呢 比如说 是不是要注意防晒啊 然后要是不是 如果有哪一些 在正在服用一些 口服的药物 是不是要提前一周停 您有没有这些 注意事项 对 数前的话呢 没有太多的 就是说第一 你要 就是眼科检查的时候 会确认呢 你是不是这个 candidate 就是说 你会不会 这个治疗对你有没有好处 比如前面说的 如果你的减满线 已经都关闭了 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治疗 效果就不会太好 基本上效果就比较差 应该这么说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你眼中呢 最好不要有这些 你知道美国很多人 有这个tattoo 他会有一些 最好不要有 对纹身的东西 或者说呢 你有一些 有些人在眼皮上 装一个黄啊 装一个钉啊 这些东西都不能有 或者说 就是不要有 有感染啊 有这种 有磅伤啊 有这些伤口啊 这些都不能有 当然防晒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 越是短的 那个光谱的光 对人体 或者我们皮肤 眼睛伤害都是最大的 所以防晒是很重要的 属后的话呢 也没有太多的 太多的东西 一个就是防晒 一般治疗完以后呢 我们都会给你涂上一些 就在治疗的地方 一些防晒霜的 对 所以防晒很重要 然后眼睛本身的话呢 一般呢 一般眼科医生的做法 就是你做完IPL以后 会把你带到这个吸光镜上面 然后再给你做一个 就是secondary的procedure 我们要这个减板线的挤压术 就是就趁着你这时候 你的油脂融化了 对吧 我们就把里面你原来 积累的那些不好的油脂 给它挤出来 这两个procedure 就是两个小手术 加在一块效果是最好的 那么这么弄完以后嘛 就用容共内液 会给你洗洗眼睛 然后一般的话呢 会给一些看炎症的药 用个两三天就够了 对 对 然后呢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 都不会有什么side effects 所以他时候的这些care 当然我们就说你回去以后 你还是要坚持你自己的 我们说的这种就是热敷啊 晚上要保护你的减板线啊 就是你要用什么baby shampoo 或者是眼睛的这些 擦拭的清洁 这个都还要用 那他一个这个治疗的周期 是包括几次治疗呢 他打了一次就能够有效果吗 还是需要多次 很少的人第一次效果就非常好 也有 会有一些改善 一般来讲 从现在绝大多数的 这个临床实验来看的话呢 就是一般要三四次治疗以后 这个效果比较显入 对比较显入 所以呢一般的建议呢 就是说你隔两到四周要随访 然后随访以后呢 一般会再给你做一次治疗 因为你做治疗之前 一定要做习惯灯的检查 就看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跟以前相比 跟你的就是说基础 就属前的检查有什么变化 他会调整一些治疗的这个parameter 就是他的参数啊 那么一般是两到四周 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四周左右吧 复诊 那一般要治呢三到四个cycle 那么也就是治三到四个月 或者有些呢是根据你 有些人比如说他治了三周 他症状就没有了 那你就可以不要做第四次了 那有些人做了两次 感觉自己就不需要了也可以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要做三到四次 或者四次才会有效果 然后做完四次以后是不是就 永远都不用做了呢 对就是unfortunately 也就是这个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治疗 我们不把它作为一线治疗的原因 也就是它不是永久性的这个作用的 它的效果会逐渐消退的 所以一般来讲你就是治完 比如说你治完四个月 那么你就可以歇 就当中会再停个三到四个月 然后再随访一次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症状开始出现了 你会选一些touch up 就是会做一个维持性的再治疗一次 这一次呢 很可能你就可以不需要每周 每个月来了 那也可能就这一次治疗以后 说不定last的时间就长一点 两到三个月啊 再来看一次 有些人比较lucky 有可能是就是说比较早期的治疗 它有的有些最好的报道是 它做完了以后 要可以到12个月以后症状才会 那相当长了 对 所以也有一些报道 所以一个重复的治疗呢 主要是根据病人的症状的 这个是不是有重新就说混归了 所以现在包括IPL在内 其实还没有一种方法 是能够完全完全治愈 减盘线功能障碍或者说肝炎症的 没有 没有根治的 没有根治的 对 所以说我平时的这个维持性的这种 Maintenance Care 就是我们叫你自己就是做的 日常的维护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可以让你的这个IPL的作用时间长一些 所以听起来IPL更适合于那些 尝试过各种不同的保守治疗 但是效果比较有限 或者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患者 可以考虑一下使用IPL 是的 是的 因为IPL绝对不是第一线的治疗 有很多原因 一个它不是永久性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还是这个 还是很贵的 是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 能够负担得起 对吧 而且这个治疗呢 保险公司是 不包的 不包的 都是自费的 对 是 据我了解这个费用取决于你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诊所 一次都是要至少要好几百块钱吧 那四次就是要上千了 所以在选择IPL的时候 费用也是需要考量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那IPL的用途是不是仅限于治疗肝眼症呢 当然不是 肝眼症是它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偶尔的发现 就像你前面说的 像是附加的 得出来的一个额外的一个benefit 但是呢 其实最开始我们用来呢 就是我们眼周所用的一些是一些小的血管流 比如说有些人生下来会有一种像这个我们叫葡萄酒那个叫什么birthmark 那个胎记 胎记对吧 胎记就是红啊 就是你的半边领啊 或者是你整个的上眼颈下眼颈啊 都是这些小的这些血管 他们有些叫血管质吧 这个是可以用IPL来治疗的效果非常好 然后就是比如说像前面说的这个Acne Neurocesia 它的那个就是像青春痘所所关联的眼睛的周围的那些变化 也可以用它来治疗 当然它就是在皮肤上的应用就更加广方了 是当然了 最好的还是希望未来能够随着科学和医学的进步 能够有更多像IPL这样的技术出现 让肝炎症不再成为不能够治愈的眼睛疾病 是是 这就为什么很多科学家都还在非常就是说专注的在搜寻吧 探索这些新的方法 比如说你这个IPL现在呢 有一个呢已经在属于这种测试阶段吧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IPL它会就是 它的作用也不是长期的 你可能要重复它的治疗 那么现在呢人家有很多就是眼科医生和眼科科学家们吧 在研究一个不是这种高强度的 而是低强度的光源 然后用它来作为维持 因为它这样的话 因为是低强度的光 所以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更加少 对吧 对 所以还有一些这种 就是类似于核磁共振的 这样一种技术 也是处于在探索的阶段 我们拭目以待 OK 那今天非常谢谢刘医生跟我们连线 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有关治疗肝眼症的新科技 那之后的节目也希望刘医生能够为我们科普更多有关眼科的医学常识 那再次感谢刘医生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祝你晚安 谢谢小时 谢谢观众